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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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在生活 我是慧穎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經典 分別是聖經、佛經、可蘭經 無論你選擇何種宗教信仰 都是為了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各種學術的派別 只要有文獻流傳下來的 都會有一些經典 也是為了要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字 就是經典的金 那麼金這個字是如何產生的呢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這個金的本字是這個字 金沒有密布 也就是現在畫面看到的這個字 就是金的金紋 那上面的形狀就像是三條 縱向的絲線 繫在織布機上面 古人常常用數字 來表示眾多的意思 所以用這個三條絲線 其實是代表很多條的絲線 而下面呢則是牽引絲線的工具 所以上下合起來 意思就是指織布機 或是編織物上面的直線 後來經文又加了 代表絲線的布首密布 用來代替原先的字 那在除簡上呢 還有這種上下都是絲線的字型 後來撰文就成是經文的字型了 書文解字說 經知也 從密今生 雖然許慎說這個經只是個聲音 但是從剛剛的字型來看呢 右邊當然不只是聲音而已 到了歷書 為了讓書寫更方便 就把撰文的密比畫變簡單了 後來凱書沿用到現在 經主要當作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來使用 當名詞的時候 除了指紡織物上的直線以外 可以指連接地球南北兩極的假想直線 例如東經、西經 也可以指人體的脈絡 例如經脈、經絡 還可以指被驗證的常規、定則、典範 例如經學、聖經 甚至可以作為女性月經的簡稱 例如經痛、經期 另外還可以用來指數字 例如古代以十億為兆、十兆為經 當動詞的時候可以指謀化、管理 例如經營、經商 也可以指走過、通過 例如經驗、經過、經費 當形容詞的時候指平常、尋常的 例如荒誕不驚 當副詞的時候指橫常、時常的意思 例如經常 接著快速看一下基本資料 經、基因、經 部首是密部總共十三話 現在一起寫一次吧 簡體字左右兩邊都有簡化 漢語拼音是經 和經有關的成語 例如寶經事故、滿腹經倫、唯武經文、經濟之財 以及離經叛道等等 其中經可以指經驗、才學、才能、常規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比較特別的 首先是隱族舊經 這個成語是出自於荀子的眾泥篇 智不免乎堅心、行不免乎堅道 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 辟知是由福而刮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意思是救上吊的人卻去拉他的腳 這樣子聽起來好像不是在救人 而是加速對方快速死亡 有點幫到忙的感覺 因此這個成語就是用來比喻行動與目的相反 做的事情離目的越來越遠 也就是想要完成某件事情卻得到反效果 想救人卻反而害了對方 其次是白蠟明經 這個成語是出自於唐代張卓朝野千載 張卓好清前學士 以其萬選萬眾 使有明經懂萬、久上不地 好白蠟明經與卓為對 白蠟是用來比喻光突空白 明經是指科舉制度中考試科目的一種 唐高宗上元二年 也就是西元六七五年的時候 張卓登進士了之後接連八次智舉 也就是皇帝親自出題考試 張卓都得到了假等 可見他的才學是受到皇帝賞識的 因此有人稱他為清錢學士 這個張卓呢因為他自己怎麼考試 就是怎麼考怎麼中 又贏得了清錢學士的稱呼 因此呢對比之下呢另外一個人懂萬 也就是怎麼考怎麼落榜 於是呢就戲稱他為白蠟明經 意思就是屢次考試都不中 還有一個七個字的諺語叫做 遠來和尚好看經 明代吳承恩西遊記中也有出現過這句話 在第七十二回描寫 當唐三藏告別了諸子國王 整頓鞍馬繼續西進的時候呢 忽然看見了一座鞍鱗 走近一看窗前有四個美女都在那裡 刺縫描籃做針線 有一個女子上前把石頭門推開兩扇 請唐僧進去裡面坐一坐 唐僧進去以後忽然抬頭一看 擺設都是石桌石凳硬森森的 心中就暗驚 就去處少吉多凶十分不妙 而所有的女子都笑盈盈的招呼他 長老請坐呀 唐僧沒奈何只好坐下了 眾女子就問他 長老是畫什麼圓還是修橋鋪路 漸似禮塔還是造佛映經呢 請原部出來看看 唐僧於是說 我不是畫圓的和尚 女子說 既然不是畫圓來到此處幹什麼呢 長老說 我是東土大唐拆遣去西天取經 剛好經過這裡肚子飢餓 因此造訪譚府木化一齋 眾女子說道 好好好 常言道遠來和尚好看經 姐妹們不可怠慢快辦齋來 遠來和尚好看經 是比喻外地來的人 比本地人更受重視 那這些女子 他們拿出了什麼好料的 來招待唐僧呢 原來都是人油人腦人肉做成的東西 唐僧一看發現不對勁啦 想走已經來不及了 原來這個唐僧誤闖了蜘蛛巾的盤絲洞了 接著再跟大家介紹一個 金霜這個詞語 金霜顧名思義就是經過秋霜 就是一種自然界的現象 金霜的寒冷是非常艱辛的事情 因此後來金霜就用來比喻艱難困苦 例如清代孔上任的《桃花扇》中有一段劇情 侯方鈺與李湘君共定婚約 焉黨的餘孽阮大成 得知侯方鈺經濟困難 就暗中送了莊蓮 要拉攏侯方鈺結交附赦 李湘君誓破阮大成的圈套 堅決退還莊蓮 阮大成既謀沒有得逞 就反過來誣告侯方鈺暗中勾結左良鈺背叛朝廷 使得侯方鈺不得不逃離南京 明朝崇祯皇帝字役以後 馬士英跟阮大成在南京 勇立福王重新得勢 他們強迫李湘君改嫁 李湘君誓死不從 用鮮血賤染了定情的失散 在幾經波折之後 侯方鈺跟李湘君終於又再度重逢 第21出有一首甘舟歌是這樣唱的 雞皮受損 看寶金雙雪 思病如營 商秋伏病 天帶旅仇客夢 歡常哪知海聖我 老敬翻賢多此生 這其中寫出了歷經波折 摧殘 容貌已經衰老 不似從前了 最後再來看到雅賢的新詩 上孝 那純粹是另一種玫瑰 自火焰中誕生 在蕎麥田裡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 而他的一條腿 決別於1943年 他曾經聽到過歷史和孝 其中他曾經聽到過歷史和孝 是失蹤情感部分的描述 戰爭奪去了這個上孝的腿 因此就是自嘲也是一種自聯 而使用曾經兩個字 磁琴上是帶有追憶 惋惜和感傷的意味 以上舉了幾個例子 不知不覺時間就這樣子經過了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自圓其說 亮弦要帶大家來認識 剛剛提到的三大宗教經典 別走開喔